您还做过一个海南辣椒的调研 主流媒体做了一个采访 就说海南13块钱一斤的辣椒 为什么在北京要卖30元 无非就想说最后这个加价不合理 他说的那个批发的时候是19块 到了消费者的终端就变成了30块 所以就说消费者最后是为 商业部分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我就想告诉他 最后这个加价是合理的 批发是什么概念的 批发的地方19吨的一个车卸货 四个人的团队让他下来 是吧 19吨每一斤产品我只加两毛钱 你想想他能加多少钱上去 我当时算过这个数 就是价格是会加特别多 卸货的时候 我给农民连运数费用给了他17块 我网出批的时候我19块 但是我四个人 我处理了将近20吨的货 单价再低 我的收入够了 到中端是什么概念呢 夫妻两个人守着一个菜摊 我就加10块钱在春节前后 这个是高价菜 我才能卖出去10斤菜 假如他就卖这个杭胶的话 一斤加10块 10斤菜加100块 对吧 我两个人一天从4点钟开始到晚上7点钟收摊 16个小时 夫妻两个人 按8小时工作制是4个班 对吧 我4个班我赚了100块钱 虽然我单价加的比较多 但是我并没有多赚钱 就从我劳动者的收入来讲 我并没有暴力在里面 差别在哪 差别在劳动生产率 越是终端 你卖的量越小 越是批发前端 你的量越大 所以从劳动者收入来讲 量大的时候 单价是可以低的 量小的时候 单价必须高 我才能得到相同的收入 要不然不会有人卖菜 我都到那去开个批发摊就可以了 是吧 所以它是一个 就是服务业和制造业不一样的情况 来举个很实的例子 有一个服装厂老板跟我讲 我这衣服我卖给他20块 他在商场卖100块 我这不是纯粹给商场打工吗 那我就跟着他讲 你给我你卖到哪个商场去了 我就到商场去问 这是20年以前的例子 什么概念呢 就这一个工人平均下来 一天是可以做五件衣服 然后呢 商场每一个营业员 可以卖出去一件衣服 你如果在工厂 你可以制造五件衣服 一件衣服你得20块钱 你不是可以挣100块钱吗 我在商场辛苦的占一天 赔着笑脸 试十个人试没有一个人要 对吧 我占一天我得挣100块钱吧 如果我挣不到100块钱 我就不会在这占了 我就去做衣服去了 怎么办呢卖得少 我一天卖一件 我一件我就给你夹够这个价钱 它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你要是不想多付钱 你就去做批发 它那肯定要的前提 你如果想小批量买 它一定价格高 这是从劳动者角度看的合理不合理 而不是从消费者角度看的不合理不合理 就我们讲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 越是终端 越劳动生产率低 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很多城市就非常纠结说 明明这个菜价没那么贵 是吧 我到现场去买或者我批发了 为什么到那个菜场就要那么贵 然后他们就调研说 那个菜市场的房租贵 好我降房租 然后车的过路费贵 我降过路费 还是希望老百姓最后买到的菜价 不要和菜的产地 不要和批发价格差太多 做了很多的努力就是没效果 我觉得政府会很大的力气以后 达不到效果 盖那么多的摊点 不要钱租给商贩 辛辛苦苦希望把终端的价格降下来 其实最后由于那个终端的销售量 你铺的越多 每一个菜车卖的越少 原来我这个方圆一公里 只有一个菜点都到那卖 所以我一天可以卖掉100斤菜 还是这么多居民 你给他铺了10个菜点 我一天只能卖到10斤菜 但是我的收入我是有底线的 我不能低于社会平均的工资 我只有加菜价 反而会更贵 我就担心会做出来很多得不偿失的 这样的努力 最后并没有效果 然后各方落埋怨 反正我就觉得他的事情完全不符合经济学的道理 要让那个批发的时候的那个差价 和零售的时候差价是一样的 这个不符合经济学的道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